美国这个宣称把自由写进宪法并刻进骨髓的国家 历史上出过很多法案 但有这么一步 让很多美国人直到现在都不敢相信 什么 我们国家居然出过这么一个法案 这简直是对自由最大的侮辱 而这不践踏美国自由数百年的法案 便是1882年的台华法案 就像一块躯黑肮脏的麻布搭在美国人的肩上 历见美国总统要么视而不见 要么拿下来洗一洗再盖上去 就没人想过把它正儿八经的给结下来 或者说他们自认为可能已经结下来了 大家好 我是真实君 关于这部法案背后的故事 咱们还得要回到1840年前后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道光年节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 百姓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由此催生出很多民间起义活动 最大的如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 反正中国到处都在打仗 生活在底层老百姓大多只有三种选择 一是被抓去当长矛打清兵 二是参加清兵打长矛 三就是苟延残喘被两边剥削直到饿死 这时候美国这边恰好兴起了习近运动 加利福利亚州的大金矿被发现 然后这个消息不知道怎么的就传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 加上国内生活确实不好混 于是就有了 走吧 咱们去美国吧 那边遍地是黄金 有手就能挖 这换谁谁不心动 一边是饿死 一边是黄金 傻子都知道该怎么选 于是大量的华人便开始拖家带口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 那时候美国可不是跟现在一样要办护照 还要搞签证这么麻烦 只需要上船过海下船登陆四个步骤 就可以开始致富 尽管当时清政府闭关锁国 不准民众下海 但这个规定依旧挡不住人们逃离的决心 据统计 1849年在旧金山登记在案的华人数量只有54人 到了1850年就变成了4000人 到了1852年直接飙升到了2万人 而且人数还在涨 这些华人来到美国后 有自己组队自己淘金的 也有跟着当地白人老板打工的 因为好金矿都被当地白人占据 华人小团体只有被挤到边边角角去捡捡垃圾金矿 但金矿这个东西毕竟不是无穷无尽 时间一长越挖越少 逐渐那些本地的白人挖不到金子 便开始把怒火迁到了华人身上 认为是这批黄皮肤的人抢了他们的饭碗 刚开始当地政府为了限制财富外交 只是出台了淘金社 就是所有参与淘金的外国人 每个月需要缴纳4美元的社 后来发现还是心不通 无法让这些华人停止淘金 便开始纵容当地的白人团体对华人进行有组织的殴打和抢劫 当时的加州州长就公开说过这样的话 有500个中国劳工刚刚到达我们的港口 还有一千个人在来的船上 此外还有两万个人在他们的国家港口排队上船 以此来煽动民间对于华人团体的敌对仇视 甚至上升到了威胁国家地位的高度 其实这个时候美国对于华人的仇视 还仅仅停留在民间的扣筑笔伐上 没有发展成大规模排华事件 可随后的一件事便彻底改变了这个现状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后 林肯总统颁布了太平洋铁路法案 就是说准备要修一条贯穿美国南北的铁路 那修铁路就要劳动力 这时美国的资本家就发现 哎 美国土地上有一群华工 他们比黑人肯干活 比白人要听话 而且价格还低 最重要的 他们不会跟那些白人一样 动不动就搞什么工会 搞什么罢工 于是资本家们就开始大量招聘华工 为此还专门派人到中国 找亲政府签订了一个普安城条约 核心内容就是 两国国民可以自由流动 美国对中国的劳工敞开了大门 这条约一出 中国那些过不下去日子的老百姓就按捺不住了 纷纷往美国跑 到了1870年 整个太平洋铁路工程中 华工的比例居然占到了80% 但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那些资本家都抢着只要华工 本地的白人就没钱赚了呀 于是那些白人就认为华工是工贼 破坏罢工成为资本家走狗 积怨已久的情绪瞬间爆发 1987年 洛杉矶唐人街被美国白人暴力打砸 死了18个人 当地政府却不闻不问 那有了这个开头 全国的排华事件就如同滚雪球一样开始蔓延 加上美国此时正值经济大萧条时期 越来越多的失业白人都开始把原因归咎到了华人身上 全国各地都开始排华事件 从1870年到1880年 全美大约有2800名华人被无辜杀害 但被逮捕判罪的白人凶手却只有25人 很明显当地政府有意在包庇 甚至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法案来限制华人入境 比如1875年美国国会颁布了配极法案 还有15名旅客提案 这些法案的提出让美国民众对华人的歧视越来越重 终于在1882年5月 美国历史上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排斥整整一个种族的法案 排华法案出台 里面规定十年之内华工不能来美国 已经在美国的不能获得公民身份 不能结婚和拥有家庭 这时候我估计会有朋友好奇 难道就没有华人出来反抗吗? 当然有 但是你肯定也听过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这句话 这部法案出台后 针对这部法案华人所打的官司超过上万起 但没有一件胜诉的 原因很简单 自由在美国人手里 所以解释权当然也在美国人手里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参加二战并和中国结成同盟 当时的总统罗斯福担心日本人会以此为借口 宣扬放大大东亚共荣圈的战争理论 才终于在1943年废除了这部排华法案 就此 口头上说是十年有效期 实际上却被整整实行了四十年的排华法案 在民意上被终止了 不过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 不 法案废除了 那些之前冤死的中国人 美国有没有表示呢 哪怕只是一句道歉 不好意思 没有 2011年 美国曾经以立法的形式 对1882年的排华法案 给过一句他们所认为的道歉 不是对不起 也不是抱歉 更不是不好意思 而是一句很遗憾 到了2023年 也就是半年前 美国总统拜登 发表了一篇 《废除排华法案》80周年的公告 同样 全文也是丝毫没有歉意 仅仅只是遗憾 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并以后会借鉴不再发生等等 很明显 不管是拜登 还是以后什么美国总统 面对着这块 盖在所谓美国自由身上 这块躯黑的抹布 是不准备拿下来了 或许吧 抹布下面 可能也是一样的 趋黑 肮脏 好了 我是真实军 只讲真实的历史 如果你看完有所得 不妨点赞 关注加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